拜登是不是慌了 这个俄乌战到现在为止不得了 这个极机密的文件不断的泄露 巨细迷遗 虾米隆五 大量高度机密 五角大厦的文件的外写到网络 规模一百多份 好可怕 里面有美军对 美国对乌克兰军队的评估 防空弹要极度欠缺等等 其实都在撞摔乌克兰 看起来不看好 那远远超过美国军事援乌的范围 不只监控俄罗斯 还有监控乌克兰 最高军事跟政治领导 你意外吗 不意外吗 对不对 美国就是会干这个事情 但是被证实 还是让大家感到震惊 真的啊 不只监控俄罗斯 也监控乌克兰 就担心他不听你美国的话 对不对 俄罗斯所有安全部门都被渗透 这是好消息啊 但是怎样呢 美国掌握了这个情报 之后这些文件的泄露 俄军看到你觉得怎么样 俄罗斯一定现在把 赶快把这个情报来源全部切断嘛 美国的很多情报线索就断掉了 亲密内容跟西方所讲的 乌克兰必胜啊 论述完全相反 里面几乎都在唱衰 那乌克兰当然看了以后 你有想过乌克兰跟泽伦斯基的感觉吗 当然感觉很糟 说什么 说是文件被篡改 你相信哪一个呢 我问一下这个杨老师 杨耳明老师你怎么看 情报泄露不是第一次 这次泄露的超多 一百多份 每一份呢都是机密 里面不止监控俄罗斯 不止监控乌克兰 还有韩国 还有以色列 你有想过盟友的感觉吗 盟友也快要翻脸了 这些泄露的 你觉得真实性如何 你觉得目前五角大厦的 处理方式又如何 我觉得真实性很高 很高 五角大厦以及美国的媒体 其实是淡化处理 但是在国际 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国际的媒体 是相当重视这个议题 尤其它已经变成一个 国内的议题了 特别在韩国 那韩国的一些媒体的报道 我看到韩国的英文的报道 都不断在质疑 这样子跟美国的这个互动 结果是给予它更多被监视我们 军事战略甚至政治人物 那会不会有商业科技呢 都有这样质疑出来 对 韩国除了不安全感之外 其实也有种被收入的感觉 对 对不对 但是讲句实在话 这不都是刚好意料中吗 对不对 我们也不会 因为没有任何的报道说 哇 好意外 美国居然在监控我们 美国居然在我们 对我们收集情资各个方面 老早不就是发生过 许多类似的这种泄密的事件吗 但是证实之后呢 尤其是这些国家觉得没面子 对 好歹我也是韩国的老大 结果我要受你美国监视 以色列也是一样 你看看 美国也在监视他的盟友 南韩 以色列 英国都被监控 那韩国政府 里面提到韩国政府讨论 是不是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韩国官员很担心 担心什么呢 担心拜登会亲自向隐席越施压 看起来真实性真的很高 对不对 那对于这个美方的监控 韩国办公室 韩国总统办公室只说 将会跟美国进行必要沟通 没有否认 这有两种内鬼 一个是在这一次事件当中 美国内部的这个内鬼 把这个机密资料泄露出来的 第二个是 你怎么掌握到韩国跟这些国家 以色列内部最高机密 最高等级人员的这种决策的对话呢 没有美军在场 而且事实上 这些国家自己本身 在保密防碟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为上 一定也是最高等级的 但是都掌握得到 而且字据之间 都掌握到那个最核心的决策关键 人 事 以及相关的这些装备 都呈现出来 那这个呈现出来 这些机密资料的这个 不管是怎么样的内鬼 他也看得懂 哪一些东西会造成 这些国家 美国的盟国 看到这个东西会跳脚 对 但杨老师 我觉得他的这个 后续的影响会很大 情报公布就已经公布了 那目前看起来 你看韩国 韩国怎么说 韩国说会跟美国进行必要沟通 这个回应很奇怪 没有愤怒 没有抗议 然后也没有否认 我们要沟通 第一个等于是承认了 第二个怎样 我们沟通 但我们也没有要抗议 我们也没有要反对 我们也没有要阻止 让他继续监控是不是 但是你想想看 韩国人会怎么想 那第一个 我觉得冲击各国的情资分享 说实话 有很多很机密的讯息 可能房间里面 只有两个人 三个人知道 那会泄露 这个管道是从哪里 其实有些是很容易爬梳出来的 所以是不是 情资的分享 很多管道以后就断掉了 另外跟盟友的关系 也造成了一些致命的打击 韩国跟以色列的领导人 怎么对他们国内交代 所以你觉得呢 谁泄露的人 是自己人吗 那里面涉及几广 因为还有一百多份 除了乌克兰 还有中国大陆 中东 印太 像米隆乌 美国司法部要展开调查 那美国国防部的前高级官员说 认为现在可能是美国泄密 为什么 因为很多文件只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 但是调查人员也说 不排除涉密者可能是轻恶分子 你怎么看 最后那句就不要理他了 我也觉得 这当然是美国自己本身的泄密了 他涵盖了这么多层面 而且是这么细部的 只有在美国掌握到的这些情资 而且泄露出来的情资 只指美国是他掌握到这些内容 他不应该掌握到这些内容 但是他掌握到 也就是他有管道 他有设备 或者是他有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取得这些情资 那这些情资是他的盟国的 最高决策的这个情报 这都不是一些事务性 或者是设备 或者是战术层面的这些情资 他都是最高决策层面 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比以前 的一些相关的事件 要深刻的很多 局内人大概记得吗 梅克尔很长的时间 他的电话是被监听的 我再举个例子 现在美国拜登政府的国务院的 副国务卿叫卢兰 Victoria Lurin 他其实川普经常喜欢指控他 他其实是在2014年前后 是做美国驻 北大西亚公共卿主持的这个大使 他当时某种程度就被指控 是他们介入去促使这个颜色革命 后来他跟美国驻乌克兰的大使 讨论还指责欧盟跟北大西亚公共卿组织 不应该介入到乌克兰的这个总统 因为他们指定好了 然后他们在电话中还指责梅克尔 后来这个报道出来了 梅克尔很生气 他还当 他还这个跟梅克尔道歉 所以美国的过去种种的这些 就是说掌握盟国的这个情资的作为 这个是经常见 所以大家不是太意外 但是这一件事 这一件的事情意外的是 他掌握到最核心 俄乌战场的战略战术装备 然后对岸这个就是说其他俄方的这些 整个相关情资的这个掌握 呈现出来跟我们看到西方媒体所呈现的 或乌克兰媒体要告诉我们的 现在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一片情势看好 刚好相反 对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那再由这些其他的国家的这些情资 你就知道 这个太坚人了 他的可信度 对 他的可信度高不高 他的可信度很高 极高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不只是单纯 他跟盟国的关系会受到了质疑 盟国一定会加强 他自己本身内部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保防 然后跟美国的互动会多一层 就是说防范 同时会对于在乌克兰战场的 这些资讯会去做更进一步的 这个检视 到底是不是 是如这个泄露出来的资讯 所说的是真实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他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鲜味供演到一炉进去 层面的蛋白质 它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我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辣7